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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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那很感謝所有朋友 每天要收看 我們奇奇標股這個節目單元 台北股市我的看法 做個參考就是說 很難得有機會 遇到這種狀況 那在未來呢 它會一再的發生 也就是說每3到6個月 難免我舉個例子 昨天晚上的美股暴跌 2.9個百分點 將近3個百分點 然後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台北股市開盤 一開盤跌2個百分點 然後我們同時去比對 比我們早一個鐘頭開盤的日金 那是跌2.2個百分點 可是到中場很有意思 我們稍微看一下 到今天的中場 來我們就直接看了 加權指數的部分 來拉近 不好意思 加權指數的部分到中場 原本是跌2個百分點 到中場是跌0.27對不對 日股也更有意思 日股在早上 台北時間的早上9點 因為我在雲通早上9點 有個台股直播室的單元 那當時我們在做比對 台北股是62% 日本是62% 那到中場它跌0.6 只有跌到0.6 那台股呢 還幾乎是上揚的 那我的看法呢 不管是做對或者是做錯 也就是說過去這一個禮拜來 從上個禮拜我到今天 你做到好 錢記有可能是做不到的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接下來要做對不要錯 問題是要做對不是用嘴巴講 我舉個例子 我把就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很有意思的幾個過程 跟各位做說明 首先我們先看上上個禮拜 看標題就可以了 上上個禮拜叫7月22號禮拜一 那為什麼特別舉這一天 因為我們在上上個禮拜 在7月22號當天 針對台北股市的注解 就是我們的看法叫做強加空 就是說台北高期在強勢加空 來 這天 這天叫7月22號 那各位一定告訴我說 接下來大跌 不重要 我一直覺得真的不重要 在看著它 台北股市在一直到7月22號 叫強加空 叫強勢加空 然後7月23號我們去統計 統計什麼呢 統計7月份以來 我們的做法叫做PSY 就是說利用5分鐘PSY來看 從7月1號一直到7月23號 總共依照5分鐘PSY操作 總共會贏20筆輸一筆 然後呢 我們也特別向所有的LINE好友做說明 為什麼呢 因為7月22是禮拜一嘛 那7月23是禮拜二 跟今天一模一樣 每個月的第二個禮拜 跟第四十個禮拜 我們都有分享 即時喔 再講一遍 即時 什麼叫即時 就是說 PSY第一時間到正午時 或者是到負午時 那我就趕快截圖 那傳給所有的LINE會員 好我們看底下 那7月23號呢 這裡叫正午時嘛 對不對 那正午時該怎麼做 正午時在這裡嘛 那這裡就這個點嘛 就在這裡 然後呢 正午時做多呢 會怎麼樣 會輸 半缸呢 就一定贏嘛 這個是在這一次的最高點 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缸叫做7月22 那最高點發生在幾號 發生在7月23號叫10994 沒有錯啦 那接下來呢 到了8月1號 很快到三個禮拜的禮拜四了 那我們針對整個格局說 要小心要提防 就是說空頭來了 可是呢 不用怕 不用理他 為什麼呢 因為PSY會贏 這是我們的做法啦 那跟各位做分享啦 就是說不管對跟錯 那接下來你要做出 對的動作 所以 好來各位請看 今天是8月6號 不就 第8月的第二個禮拜嗎 沒有錯吧 那跟7月242是一樣的嘛 好 我們叫Final Impact 就是說最後一集 你要擋住這個最後一集 就是說 你要能夠撐得住啦 你不要被他擠垮了 你被他擠垮了 我舉例喔 今天大盤一度啦 最低來到10180 萬一啦 就是說有些朋友 如果說在今天找盤 你就全部認賠啦 舉例啦 股票都一樣啦 那你相對的 你今天壓力很大 那面對這個格局 到底該怎麼做 因為未來還是會再發生啊 我的看法啦 它一定會回到10610啦 那是我的看法 你可以不認同 我覺得OK的 本來就這樣子嘛 證券市場就是說 不管對跟錯 或者我們在觀察 任何每一個分析師 或任何財經節目的一些媒體 一些資料 當我們去看 不是都相信他 我們要存疑 然後要去求證 然後去觀察 利用這些方式 對我們到底有沒有用 所以我比較單純啦 我的做法就是說 所有的成員 我們就只有一個叫PF衰 就叫PF衰 也就是說面對金融市場 各位看著加權指數 它從這裡 開始這裡 開始去到這裡 從這裡又落到這裡 這點又起起來 我只會問你一個最簡單的嘛 你怎麼做 沒有 該怎麼做嘛 你要的是什麼 我就要贏嘛 我就要對嘛 那這個贏這個對 不是他自己講的嘛 不是我消費民 我自己說我贏我就贏嘛 而是在於各位請看 包括所有Line的好友 我講話我負責 不只是會員喔 我針對所有Line add的好友 你只要是我的好友 人數也不少嘛 雖然沒有很多啦 那肯定也不少 我請問每一位Line的好友 這個是7月的第一個禮拜 這是7月的第二個禮拜 我有沒有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這五個交易日 這五個交易日 每天第一時間告訴你-50 告訴你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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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嘛 你這五天你有贏五筆嗎 除非你沒做 禮拜你沒做也OK啊 你說我就要看啊 我怎麼知道你講的是對 對不對 很多分析師講的跟事實都不一樣嘛 所以你說我要存餘啊 我要看啊 那你看了五天 這五天有沒有每一筆都對 你有沒有每一筆都贏 有 接下來這是7月的第一週第二週 再來我們看 這是7月的第三週 這是第四週嘛 那所有LINE8好友 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一直到禮拜五 有沒有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一 二 三 四 五 每一天當PSY出現-50 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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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每一筆 我有每一筆第一時間給你通知嗎 我一定有 你有 你如果有做的啦 你有沒有每一筆都贏 有 你連輸一次的機會都沒有 沒有 不然你告訴我你輸一次一次 你輸我負責 如果有輸啦 你代表我會不會說嘛 對不對 你有輸任何一筆嗎 沒有 那蕭敏這都7月份 對 那我只問你嘛 今天是不是8月嘛 來 這是不是禮拜一 所有的會員 含like at好友 我說一次 所有的會員 我們的會員 你是我的會員的 我們有一個VIP特對不對 這是我另外發簡訊帶你做的 我另外 那每個人都是做PSY 那25分的或60分的是我另外發簡訊帶你做 所有like at好友 禮拜一或者是禮拜二 禮拜一 禮拜一 我有沒有在第一時間告訴你 這裡叫負50 禮拜一啦 有 然後呢 你有沒有負50進場 然後呢 你這一筆是不是一定贏 對 禮拜二 是不是今天 對我今天 今天開飯沒飯 我有沒有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開飯的第一分鐘 你做不贏你怎麼能怪我呢 你是好友的我跟你分享的 你是會員的 你敢不贏 你唯一到目前沒有贏的就這個 我就跟你講了 我怎麼講我怎麼做 我每一筆都揭露 每一筆 沒有輸 你污衊我輸 那是你的錯 我輸了 我沒有告訴你 那是我的錯 這樣說得有千錯 不然現在是怎樣 如果輸了我就跟你說輸嘛 你相信我我一定會告訴你 那我沒有輸你憑什麼要我講輸 不知道 負五十做多 零走 我就帶你走 正五十做空 零走 我就帶你走 如果我在正五十空 或者是負五十多 他回到零走 我通知你 我們走了對不對 那這一筆假設是輸 我一定會向你做報告 好不好 再來五分鐘的部分 你就完全照著做 你就這樣子在慢動作 特別是新會員 我求求你 來 你是不是一支手 你就點撇摔嘛 那不管漲跟跌了 我覺得不需要去賭行情 我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 我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做法 我能相信他 我能信賴他 然後我的成功率 我每個月 每個月喔 每一整個月 我希望我能看到 我做十筆我一定要贏高別 我這樣說對不對 不是啊 我做十筆 我的成功率只有七次或八次 我覺得要加油 一定要達到九次 這是我自己要求 我自己的 那我們去看嘛 從2018年的一月嘛 到今天嘛 有多少利多 或者是無法所見的利空嘛 那不管任何的利多利空 我照著這個PSY 這個工具去做 我有辦法怎樣做 怎樣贏嗎 那你就看 這不是今天嗎 這是不是昨天 這裡 那這個沒有到嘛 差一點嘛 這個有到嘛 這筆有贏嗎 有嘛 這是不是今天嗎 放大 所有的LINE好友 這裡 這裡 這裡是做多半康 所有的會員 你有今天在幾乎最低點做得多嗎 有 你有今天在幾乎最高點跟半康嗎 有 你有打扁贏嗎 不是 我沒有要跟你說五四三 我只問你 你有沒有每一筆都贏 就好了 有就有就沒有 我有沒有每一筆都揭露 我就每天的 標題什麼在那裡我能改嗎 我敢改嗎 改那叫虛為造假 那叫詐欺 我就跟你說了 你可以不相信其他人 那我不管你怎麼看 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跟你做簡報 那你就照著做 就說 一定要有個模型 金融市場 你要有一個你的操作模型 這個模型是什麼 就是說 我不管你金融市場怎麼走 美國又有三百點 有恐怖嗎 沒有恐怖才怪 當然恐怖啊 怎麼會不恐怖 台北高市一開門路 兩百分點 難道不恐怖嗎 恐怖啊 可是關鍵在於 不是因為它恐怖 而是我們一直在等 等什麼 等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出手點 那這個出手點 有沒有一個工具 我信賴它 這個工具 因為你看很久了 並且你自己也已經使用很久了 你說小明我參加你 整個月都不敢做 OK的啊 可是我要問的是 當你看了一天 看了一個禮拜 看了兩個禮拜 甚至於你去觀察一整個月了 怎麼做都贏 怎麼做都贏 那你又不贏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我這麼講沒有錯吧 就是說 事實就是事實 那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你今天幾乎在最多點做多 你今天肯定在 差不多10點的最高點半空 你有贏嗎 你有做第三筆嗎 沒有 我已經講過了 因為我們 我個人的節目 在早上9點 可以高點 你拉近看 拉近看 這裡有12點29 11點45 你現在眼睛看到是每一筆簡訊 我說一次 是每一筆 我沒有刪掉任何一筆 不會多一筆 也不會少一筆 這個是早上 我今天一大早 一開盤的第一分鐘 所有LINE的好友 我傳給你的PSY 對不對 這是8點52分 你自己去對 對時間 早上的8點52分 8點52分 台北股市高點一開盤 下2個百分點 下2個百分點 下2% 下2% 你還做不贏 我已經盡力了 這是今天 這是昨天 你贏嗎 這禮拜你有10筆贏嗎 你當初兩筆贏 PF2筆贏 你也贏 三筆 PF2筆是三筆 你三筆全勝 我說會員的部分 你總共是5筆 這禮拜你贏5筆 兩筆當衝 三筆PSY 今天去囉 今天去囉 跟今天去 你贏5筆 總共也只有5筆 沒有第6筆 上個禮拜 我們VIP特的部分 包括25分PSY 我們有進場布局一筆 一筆多嘛 那這個多 來我稍待會講 來看這裡 我點給你看 所有的會員 我拜託你 你不用懷疑我啦 我沒有辦法保證 每一筆都贏 好不好 可是我可以給你保證 我怎麼做 我怎麼跟你做說明 贏 我會告訴你贏 輸我就告訴你輸 好 我們來看 再一次 他回到0走 不管輸跟贏 我都會帶你出場 這樣可以嗎 好 現在在哪裡 現在是-25 沒有對吧 我-50帶你進去 當他回到0 我就一定帶你走 就這樣子 我怎麼講 我怎麼做 我每一筆都揭露 那歡迎各位 那稍待面對台北股市 最主要就只有一個 叫10208 好我們看一下這裡 因為 這個我在今天早上 9點的節目單元裡面 來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中華民國的底線 叫做10208點 那我預期呢 接下來台北股市 你會看到10610 為什麼 兩分鐘後幫各位做說明 A++智能演算 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 六大安全公式 30年來 城市交易大躍進 A++智能演算 建議現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固德頭部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撥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55808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一样我稍微速度要加快一点 那这个是昨天不是今天 这是昨天我针对美股 那我在节目上我的讲法 我说多头有两道 一道叫去年的22445 那么第二道叫25848 那空方相对的也有两道 一道在26719 一道在26599对不对 就是说多头它会去守 去年3月15 今年3月15号的25848点 可是我们看到昨天很快速 来 各位请看 昨天美股暴跌2.9个百分点 那高达767点没我们对吧 好 所以我们来看 它直接是不是贯穿了25848点 那代表怎么样 这个25848这个多方它就转为什么 转为空方 所以昨天上到25717点 这是个事实 好 接下来它的多方的底线 美股 美国股市就全球金融市场的底线 叫24555点 那这个24555点怎么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看它整个完整结构 那么最低点是在21712 最高点历史高点 在发生在上个月的7月15号的27398 所以这里叫最后的底线 这个底线叫24555点 看这个要干什么 看这个叫做人为敬 民得失 然后死为敬自然可以滋涨跌 好 这是美股回过头来 很快我们去对比加权指数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对比加权 这是过去这三年半不到四年 台北股市的日K线图 好 我会怎么做呢 我一定会这么做 我会在加权指数当它跌落 9634我一定做多 我不可能做空 我直接跟你说 不管它后来是涨还是跌 我的做法 我一定是在9634以下做多 那做多一种就是它 它往上反弹之后再破底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多方这个9634 是台北股市在当时 最主要的市场成本 我在9634以下做多 我一定等它站回9634 我会站在卖方 因为它不可能 不来防守这个9634 好 接下来我们往右边继续看 可是这一波的最高点 是不是来到11097 那往前看最低点 是发生在9319 没错吧 所以台北股市的底线 叫做10208 叫10208 它会落入这个区间 那你问我怎么看 来到10208以下 有人放空的 放空的吗 放空一定输 你告诉我今天这里是多少 这里是10180 我今天早上前不是9点不是在这里吗 9点半不是在这里吗 这不是9点 这不是9点半 不是10208 我们在讲的时候 还在10208以下 我们说这里你当然要站在买方 哪有人奔到这里做空的 你怎么会赢 你是怎么赢 然后呢它一定会重返10610 是我的讲法嘛 你可以不认同嘛 可是我怎么讲 我一定有依照真实的数据 向各位做简报嘛 那为什么会这么走 因为要看第一张 我直接跳得更快的 各位静静的看这张图表 因为早上我讲过了 我没有太多时间在讲 我会贴在研究报告上面 所有的会员 包含所有LINE AD的好友 你慢慢比对好不好 台北股市它是领先下跌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跌得最快 可是因为它跌得最快 因为它稳定度强 要不然这里早就 不知道跌到18层地域了 它为什么不跌 因为它稳定强 你去对比10月26跟12月26 因为它最早跌 它比道琼 比Next Day 比上正 提前跌 就像这样这一次 台北股市在23号就跌了 叫11097 对不对 那全球股市呢 不是7月23 它拖到8月 8月才起跌 所以因为我们提前跌 我们也跌得快 那相对的 因为提前跌跌得快 所以接下来它就不跌了 它领先度高 那请问 这种案例在未来会持续发生 那该怎么办 它会继续发生 你要找出一个 未来你可以让自己 怎么做多盈 怎么做都对 各位 请问所谓的会员 包括所有赖好友 赖好友 你有没有每一笔都赢 我讲话我负责 到今天去截止 你不可能输入一筆 你全胜 我没有给你收钱 我有给你收一毛钱 没有对吧 那你有没有每一笔都赢 有 你还不赢 我实在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来 你是赖的好友的 今天早上 昨天也有 昨天今天都一样 七月份都一样 来 早上开盘的第一分钟 一分钟之内 PSY是不是跌到-75 有没有 有嘛 就在这里怎么会没有 -75 接下来呢 你没有说放空 然后一直到9.46分 有没有回到临走 你没赢100几点 所有的会员 他拉到正午时 你有还要扛一笔吗 有 你有没有机会 要空到今天最高点 所以会员的部分 你这个礼拜总共无比 你无比全胜 赖的好友 从七月份到今天 你每一笔都赢 你没有输任何一笔 我讲话我负责 输了我负责 到目前为止嘛 所以呢 怎么做 你就照着做 每一笔都要对 每一次都要赢 那欢迎各位 您也可以跟我们服务员联系 那么我会提供你 PSY集职系统 照着做 第一个它成功率高 胜率大 让你可以在相对的最高点 跟最低点 什么时候知道 站在买方 以及站在卖方 祝福所有朋友 未来的每一天 操作顺利 财恩广进 感谢你 谢谢 拜拜 本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